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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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香港人的地方 就有港式茶餐廳 主持潘啟迪 何亨 彭彭 兩位拍檔 今天還未講其他話題之前 先問你們有沒有看球 因為香港 我認識的朋友 不喜歡看球那麼簡單 現在賭球非常流行 由盲模式的賣 買哪對爺 這麼簡單 去真的買 還是大家對賭 打牙膠 牙膠戰 到真的非常有研究 很深入 講賠率 一邊看一邊賣 今年香港的參與都不錯 雖然不是講球 但我認識的人 鬧了很多 好像沒什麼玩 多一邊玩 大家就很高興 第二是因為日本和韓國 兩隊亞洲球隊 都入到16勝 今晚又緊張 今晚 因為日本和韓國都出戰 看看兩隊可不可以入八強 如果不是的話 起碼都有一隊 你們那邊有沒有熱潮 日本和美國那邊 今晚應該多些人關心 日本的片段 日本就是今晚 連過兩關的氣氛 因為網上有很多片段 這一班也有一個 叫做日本通 叫做阿科林 講了很多 當時 組女人贏的場 人們出了流淚的emoji 那種感動 他們現在的說法是什麼 贏了兩屆世界盃 贏了德國 贏了西班 還不是贏了兩屆 嘩!不得了了 所以我也想聽阿鵬馬 在大阪親身感受 其實是這樣的 很多朋友 無論是對周邊的人 或者對小動物 都是投射自己的感覺 到他那裡 首先這個是善意的 其實很真實的狀況是怎樣呢 首先 第一個 足球在日本 它不是最受關注的 它是受關注 它受關注 OK 先給我講 它不是最受關注的一個 運動項目 它不是國球 這裡的國球是 棒球 OK 所以你說有沒有人關心 有 一定有的 但是是否 我們想像中 那麼多 好像香港 或者內地 那麼熱爆呢 它真的沒有那麼熱爆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 就是說 要找這些熱爆的地點 其實也不是太難的 第一個就是 就是大阪為例 包括深齋橋 蘭波 一些大家很熟悉的聚集地 一些酒吧 或者一些日式的居酒屋 他們就會 坐在那裡看電視 有個氣氛就好很多 比如說 如果賭博的話 賭球 或者其他 日本真的風氣是很沒有的 很淡的 原因是因為他們選擇的方式有很多 日常他們最常見的就是那些白青哥 那些 就是玩多子機那些 那些 另外呢 這裡有很多那些 變相賭博公司的 包括這裡有賭馬的 日本是有賭馬的 日本是有賭賽艇的 嗯 就是 是啊 不是 那些 他們自己拿著 拿著 摩托艇 快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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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就是有很多 古靈精怪的 分薄了他們 那些是長期要有的 那樣 四年一到 那當然 有自己 的隊去參加 那當然會多人看 這個是真的 但是你說 有沒有這麼熱捧呢 那 我相信 除了 日本隊自己打之外 平時 那 我有時 我看球的 首先 李新我有看的 但是 有時中場休息 或者出去呼吸一下 那些不清新空氣的時候 一看 整條街就是 我一隻傻佬在那裡 還沒睡 那其他那些 沒有反應 那有一個 另外很容易 一個錯誤就是 因為 日本人都比較少去 少去 小去 小去 就整個拆住了 是的 不過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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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可能 可能 他也 免得帶來什麼其他 不好的影響 在家裡看球 可能很小聲 可能戴著他 尺寸 看完我們不知道 可能是這樣 但是 是熱情的 但是 不是 想像中 或者我們看新聞報道中 禁止那種熱情 嗯 嗯 嗯 因為你說 反過來 你說其實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香港你說 近來關於運動的一些相關消息 就是 那些播錯歌 做什麼手勢 是不是專門 也浪費了很多力氣 就是 又要勞煩到我們香港的 那些媒體的朋友 做Live 也是 他說美國那邊是怎樣的 那是有這邊的自己有聽完 我腎怨 就是腎氣 哎 這邊真的找個人穿一件波衫都少 又說 我真的是前天才見到有個一位 還要在Office的那種建築裡面 有一位應該是巴西籍的朋友 穿了一件巴西的衣服 沒有了 我這次就沒見過了 因為那位聽眾 和我們那位叫做自己 又變了朋友 他因為聽完我的節目之後 他說不如這樣 阿鏗 他本來約了我今早看的 在英格蘭的 是 但是由於這一邊也是 又要載小朋友 家裡有很多東西 最終我們沒有見面 他是約我去看看 不如這樣 這邊你說完全 哈哈 大家可能說兩個有 但是真的約看波母 美國的足球 就是我們這種足球 不是他們 那種福國 這種足球 我想這個程度更加淡薄 就是我看過一個 Youtuber 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他一口流利的中文 他就說 美國隊 打足球 那些人就覺得 那你就打了 如果美國隊 跟別人隊 打贏了 那怎麼辦 贏了的話 那就高興了 得個支持 那輸了 輸了 就得個支持 知道我們都有打過這場 是吧 那如果他跟別人打 你怎樣 你怎樣表態支持 還是反對 或者你的朋友 和你的美國國家隊 和你的美國國家隊 打是怎樣的 那如果我朋友 覺得他們國家隊 贏了 他會特別開心的話 那就讓他們贏了 這個就是他們 這個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不是太care 最關鍵的是什麼 因為是下一屆 其實世界公司 整件事的公司 發展 興建 都是要四年 所以 由七學籤 有份打的地方 這次 例如卡塔爾 你看起多少運動場 多少足球場 起完 大家現在都說 這次不知道怎樣做 好了 這一邊 例如下一屆 我在家附近 在Stanford 那個球場 會有個別的組員在這裡 踢的 有幾場 又在羅省 跟著在沙環市這邊踢的 那這個就是下一屆 大家都知道 下一屆 那應該要做一下 其實 我預計 今年會不會多了人去看美國隊 我自己也有看 前早早 我都有看 你說見到 對路 因為過往 關於美國足球 炒得最熱 就是碧涵過來踢了一串 是啊 明星過來 喂 可以 帶一帶去 其實帶就不起來 碧涵也沒有人 這樣閃了 最終 好了 講到這個足球 大家如果說 美國 這個 國土裡面 會不會 炒得起 我暫時來說 我感受不到 因為實在 他們太多 譬如NBA 這樣 譬如美食的足球 那樣 他們發展到這樣 那個基礎那麼好 他們沒有那麼多心神 再享受足球 享受不到 所以 都是 譬如 三藍市政府做了好幾個活動 在一些大的廣場 你看 快點過來看 我們這裏可以擁有 一千幾百人 有個大的幕牆 一起享受世界盃 這樣 然後 可能有些去看看 這樣 就沒有了 你說了 一個很有趣的 資料 第一 美國 搞世界盃 搞不搞得起 今年 很有趣 卡塔爾 大家都知道 美輪美援 八個特別起的球場 花了多少錢 二千億有多 全部 中國一手一腳 全都起 因為全世界都沒有哪個國家 可以輸出這樣的勞工 有這樣的經驗 因為中國做過鳥巢 還有這麼無限量的資源去做 為什麼我說無限量 因為 有趣的地方 這二千億 當然我們說卡塔爾 有很多錢 他給得起 但其實 背後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安排 確保中國做到這件事 第二 你也看到 就是 今年除了中國這麼厲害 跟卡塔爾 起了這麼多的球場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中國的廣告商 賣廣告 又超越了美國 所有最大牌子加起來 就是說 你見到 牛蒙牛多過可口可樂 你見到 李寧多過 Nike 你很容易聯想到 中國 既送人 又送資源 又送材料 又送廣告 為什麼 這個真是以物易物 我和你建一些球場 我收你便宜 又貴不要緊 因為我跟著還給你錢 我和你賣廣告 所以你給錢我建球場 我給錢你賣廣告 雙得亦將 中間有很多人介紹 廣告代理也好 建築代理也好 什麼都好 大家所謂各得其所 我想說什麼 就是這些合作 在卡塔爾 就由一個 完全沒有足球背景 這場地都不適合踢足球的地方 一躍而成為世界最先進的足球場 以及在最短時間上 建立一個這麼宏偉的城市 美國就做不到 這件事 中國怎麼可能跟你美國這樣合作 我的看法完全不同 KT一致 按照KT說的 你又送人又送技術又送什麼 又送什麼 又送什麼 除了對球之外 你都送了東西過去了 是啊 本來我認為對球都應該去 入到十六個體 問題是足球賽 你送對球過去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在網上 在網上有人說 是 一場飲宴 一場飲宴裡面 當然會有 又有那些 適應人員 又有部長 又有審婚阿姨 又有徐坊叔叔 等等 一大堆人 是啊 那你全部周邊的工作 你都是做的 但是你沒有份去喝 主角又不是你 連喝那個都不是你 這個問題 有什麼這麼光榮 這個就叫人算不如天算 原來那個余算盤 就好像你說 喂 中國隊去完 就算進不了決賽 也起碼打到八強 那就舉國歡騰 誰知道中國隊 國足不爭氣 待會我們又說一下 爭氣不得止 李鐵 現在還要 攻出來 打假球 那個等一下可以說 回應你第二個問題 美國或者其他地方 你會留意到 真是老牌發達國家 或者說 基礎建設是好的地方 基本上你不會覺得它有很大的變動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 我已經有這些東西在這裏 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 即將來的 美國的世界佩 以及我們已經見過 你無論開幕式做得好不好 他都做完了 東京奧運 大家會見到 東京奧運 他只是做了最大的一件事 他只不過是 翻新了一個已經有的球場 OK 他不會蓋 亦都不需要再蓋一堆新的東西 因為我原先這些東西都有 我原先這些東西都有 現在只不過是 藉著這個城市 我又有些錢 我就是將這些 舊了的東西 重新翻新一下它 你做翻新工程 我不是重新蓋過它 所以它對周邊的影響不會太大 它對大家的觀感不會改變太多 突然間拔地起 做了什麼 或者要遷走什麼 什麼都不會 另外最有用最有用的 一樣東西 就是跟廣州的所謂亞運遺產 這個對比 就是我原先這些配置 是用得好好的 我就按這些配置去做 做完之後 它就好像以前一樣 繼續服務於市民 而不是 我本身也沒有的 無神神 像廣州一樣 就做了什麼 跑馬場 不是賽馬那些 就是馬上拼的 有多少人去做 接著做那些障礙滑水 吸流等等 這個宇宙十億人 都沒有十個人在玩的 老友說 那你做一堆那些鬼東西 用來做什麼呢 那些所謂遺產 你要用多少錢去維護它 又不對外開放 不單止疫情之前都是 你做這麼多東西 做的時候要錢 做完之後 維護的那筆費用更加大 那個是毛底洞 你不知道要做多久 但是 一些老牌的 已經是 不是說推崇崇榮美愛 真的那些老牌的發達國家 它本身的體育設施 你會知道 它如果一個國家的體育設施 它的分佈是這麼均勻 它的人和體育設施的比例是這麼好的話 譬如 可能是六千個人就有一個足球場 或者多少百個人就有一個不知什麼場 凡是這種地方 它會重新搞這些運動性的事 它不用投入很多 第二個就是說 你會覺得它不是很熱烈 原因是 它各種體育項目都很受歡迎 都很平均 有人做這樣 有人做那樣的話 自然就不會偏科偏偏一件事